今天万里区长是带着公所同仁前往三只区公所进行参访交流 因为三只盛产角白损 万里则是以万里泄为主要特产 亦农亦余都是双方区务行销的重点 为了要增进公所间的互动交流提升彼此的区政业务效率 今天万里区公所同仁在区长的带领之下 得到公司区公所进行参访交流 因为两区各有相似处也有相议之处 在今天的交流活动中由双方交互提问 讨论双方公所如何进行区政的推行与产业行销 今天新美市万里区区公所由谢文祥区长 带领的所有的主管跟同仁们来到我们三只区公所来跟参访 那在北安那当然我跟谢区长 当然在各方面公司也事实上来讲话 他都是很好朋友也很好的伙伴 那当然在万里区公所有很多 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那今天他们来看我们这个地方 那我除了说介绍我们一些三只的一些的农特产品 那一些的三只的一些特色之外 那我想在业务上 那我们可以两个公所互相的切磋学习 那我相信的话更能够促进我们这两个公所 那甚至整个新美市在业务上的真真日上 三只区盛产脚白笋而万里区则是以万里蟹为主要特产 一浓一鱼都是双方区务行销的重点 因此在三只区公所简报介绍区内符谋特色之后 双方也开始讨论其当盛产季节来临时如何去行销脚白笋与万里蟹 希望可以相互学习刺激行销发展 今天很开心来到三只区公所来做互动交流 那三只跟万里一样都同属北海岸 所以它在地形上的环境是蛮相似的 可是在相似之中也有一些相议之处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在推一区一特色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三四是有名就是脚白笋 那在这个方面的它农业有机的部分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值得我们来学习 那在七正的特色 刚刚我们看到一些它的一些简报的部分 看到有樱花步道 山深步道 山童步道 那在偏乡很需要这样 在看到一些步道这样子 它看得到梯田 所以这个部分结合一些在地的一些甚至产业 结合起来做行销观光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万里来学习的 当然万里的部分是 除了这样子的有机是没有像山之那么厉害 可是万里的特色是一页比较新盛 所以万里新盛的是万里县 我想彼此之间的一些相同跟相应之处 可以互相学习 透过这样的交流让彼此的工所 学习增长至一见闻 作为未来七正一个推动的一个参考跟发展 万里区一长表示 万里区与山之区分别坐落于北海岸双边的入口处 彼此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 也有相依之处 最主要还是双方都有主要的产业 各个客室的业务也有不同的行销模式 希望借由双方的交流可以彼此互相成长 让新北市的区政业务更上一层楼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平函三支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平函三支采访报道